果不其然 虽然现场当中的绝大多数人 都根本不清楚月之女神 为他们降临的 这种银色的光芒 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属性的体现 可是大家却都很清楚 这股力量在融入到 各自的生命当中之后 竟然会给原本的生命精华 带来一种说不出的 质的飞月性的提升 事实上 这种淡银色的光辉 就是最为纯粹的月光之力 月之精华 也就是在大世界体系之下 消失了几十万年的 昊月之光 月之力最强大的地方 不光是它在强度等级方面 是能够直接和徐扬的光明法则 分庭抗理 更重要的是 月之光精华 拥有包容一切的属性 不管是人族还是兽族 还是其他类似植物系的生命体 只要是盈州大陆 乃至大世界文明传承体系之下 孕育出来的生命 都能够与月之精华完美兼容 并且化为生命体 本身最为需要的那一种元素力量 这样的层次就太高级了一些 毕竟下方 几十万人族强者 乃是这无数万年来 第一批真正获得了月之精华 他们的实力也注定会成为 盈州大陆当中 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批 正如徐扬之前所说的那般 下面这几十万人将是未来万年间 整个盈州大陆高速发展的中间力量 给这些人实力上的提升 就等同于变相地加快了 盈州大陆的发展速度 因此这一份恩赐来得相当值得 对于盈州大陆未来的发展 也补救了一块无比坚硬的基石 而这些全都是徐扬赐给大家的 每一名修炼者心中都很清楚 是他们的领袖徐扬 以牺牲自己原本的福责为代价 给大家争取到了这样一份福利 换句话说 有了这样一份恩赐 每一名战士这一次想要徐扬的号召 来参加这一战都有了最高质量的回馈 福泽已建立完毕 请阁下说出你的第二个诉求 听到月之女神第二声问话之后 徐扬本能地和下方不远处的小花对视了一眼 显然两个人都有了相同的想法 这也是之前两个人就已经沟通过的问题 那便是对那些在这一战当中沦落的人族强者 有一个完满的交代 我想知道月之女神的权限可以做到怎样级别的馈赠呢 我想复活那些在这一战当中陨落的人族强者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月之女神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 原本在任何一个文明体系之下 都不可能有这样规格的恩赐存在 但是由于盈州大陆自带的文明体系和其他的小世界有所不同 正如阁下当前在幻境中看到的星辰轨迹一般 实际上每一道星辰轨迹 都是在这一个生命体诞生之时 便从它的生命本源当中抽出一部分被封印 保存在了幻境里 也正因如此 阁下提出的这样的诉求就有了实现的可能 徐扬立刻恍然大悟 听月之女神的意思 那些各自沿着轨迹游走的星辰 便是由那盈州大陆孕育出来的生命体本身 幻化出来的生命力精华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想要复活一个人应该还是有实现的可能的 月之女神脸上露出了一抹清浅的微笑 很快便有了后续的动作 只见她双手轻轻一挥 五根玉一样的手指 在虚空当中磨合出了一些繁杂的印记 直到那完整的印记成型的一刹那 幻境当中每一颗对应的星辰之光 开始从虚空的一个角落幻化了出来 围绕在月之女神的身边游走 盘旋 没过多久 璀璨的月之光辉 和强大的生命力本源融为一体 竟然真的在月之女神的帮衬之下 复活了一个又一个 之前陨落在战场当中的人族强者的灵魂 只是 虽然他们完整的灵魂有所恢复 但各自的肉身 却没有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解决 我已经帮助他们修复了灵魂 本质上 他们已经算是复活了 只不过 这些人需要借助全新的肉身 去寻找自己生命承载的媒介 这个过程就要他们自己去追寻了 不过 你们要清楚一点 这些复活的灵魂 绝不可以占有那些 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其他生命体的躯壳 否则的话 灵魂将会再一次陷入破碎 你们只能列取那些形态 相对完整的尸体 作为承载自己再生灵魂的媒介 这一点实际上 这些刚刚被月之女神复活的灵魂们 都有共识 他们很清楚 这次之所以能复活 基本上都是徐扬的功劳 要是没有徐扬这样的情愿 月之女神又怎么会去搭理他们 这些已经陨落在战场当中的家伙呢 能让他们复活已经是极大的恩赐 就算找不到合适的肉身 就这样凭借灵魂力四处飘摇 也不算是很坏的结局 起码他们现在还能够回到 自己的部落当中 与自己最亲密的人共处 唯一的差别 不过就是一句躯壳罢了 在完成了这第二个诉求之后 徐扬和小花 终于算是兑现了自己之前的承诺 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完美地归入到了这一战的实施当中 至于这最后一个诉求是什么 徐扬半天都没有给出回应 因为他也不清楚 还能够向这月之女神 许下怎样的愿望 才算恰到好处 至于这第三个愿望 想了想我也没有其他太多诉求了 因为这曾经掌控着大陆的云氏皇朝做一份贡献呢 就让那些云氏皇朝的仙人们能够入土为安 毕竟这宝藏地就是埋葬着他们的灵魂的墓穴所在 却是因为星辰女皇一个人的手段 让曾经云氏皇朝皇家的那些仙人们不得安上 如今我倒是想让这第三个诉求 为他们争取一些安息之力 这样一来 也算是将这场浩劫彻彻底底地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从今天起 整个盈州大陆 也算是迎来了全新的机缘 过往的一切都与我们再没有任何的瓜葛了 而我们在盈州大陆当中的征程 应该也要画上一个句号 徐扬这般说着 虽是再次震撼 并且感动了下方几十万人族强者战士们 同样 大家也都明白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能够与徐扬共同谱写这一战壮丽的史诗 留下一段传承万载的京市一战 以京市者当中每一名战士的毕生荣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